icotix.com 這節我們要講 如果當你製作出來的檔案是Flash的SWF檔案的話 你要怎麼樣在網頁上把這個檔案讓別人可以觀看 甚至你要販售這樣子的影片 你要怎麽樣呈現在網路上 讓人家看這樣子的影片呢 好 之前我們有教過這個軟體呢 他製作出來的影片是swf檔 譬如說 這個檔案是swf 那除非你有安裝flash player 如果你沒有安裝flash player的話 你打開會像這樣子 他會告訴你說 我現在是win7嘛 然後他會告訴你打不開 你必須去尋找這個程式 不然的話你打不開 好 那打不開的時候 有兩種狀況可以解決 第一種 直接打開瀏覽器 然後把這個swf檔案 拖曳過來瀏覽器放開 他就可以直接播放 然後現在就開始錄影了 把範圍縮小 故意把這個範圍縮小到 像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把你的swf檔案 使用瀏覽器的方式幫你播放出來 但是如果你給客戶 或者是你販售給學生去收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你要email給他這個檔案 那他要怎麼去開啟 就會變得很麻煩 那不可能每次都把瀏覽器打開 像這樣打開 然後才把這個檔案拖曳進去 這樣對他來說很困擾 所以你應該直接把這個swf檔案放在網路上 在懶人包的教學裡面呢 有一個webly的駕站系統 只要把這個media的部分裡面有個flash的影片把它拖曳過來 放開 然後呢 upload swffile有沒有 上傳swf檔案 然後點一下 upload new file 上傳 點擊選取這個swf的這個影片 這個比較小 把它點開 532K比較小 然後他就開始上傳 上傳完畢之後呢 這個影片就會出現在這邊 喔目前是看不見的 沒關係我們把它發布一下 好發布之後去看這個網站 OK你就會看到這個影片在這邊 然後你把它點一下播放鍵 他就開始播放了 畫面錄製起來 這是側面講話的時候 這是正面講話的時候 這是 好這就是最簡單的方式喔 最簡單的方式 而且這個服務都不用錢 目前介紹到這裡的服務 weber裡你可以付費也可以免費 然後這個flash的swf檔案的錄製軟體 免費 然後你把它安插這個swf的檔案到這個網站裡面 還有這個網址免費 所以 五本創業法裡面呢 所教的就是大家可以利用免費交账軟體 免費的錄影片軟體 然後免費的網站 讓你可以上架你的影片 然後讓你的朋友呢 可以去看見你的客戶呢 可以去看見你的這個影片教學 你就可以透過最簡單方式 OK啊 ATM匯款也行啊 轉帳之後再把網址給他就好了 那weber裡也可以去隱藏網址 所以這個影片你可以放在上面 看不見的網址 看不見沒有列出來這個item 沒有選項的網址裡面 所以你只要email給對方 付費之後email給對方 那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去販售你的知識 來賺到你要的收入 這就是最簡單的五本創業法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